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我第一個系列的作品就是 我寫青巾在豆腐跟花瓣跟蘑菇上面 然後主要的概念就是 這些都是一個很容易腐朽的東西 所以我就想由作品來討論 《心經》裡面內容彈道的無常跟空性 香蔥這是在香港做展覽的時候 有用過他們的彈箱 然後是一個很大塊的一個商品 然後之後這個思考就延伸到 這樣子的物件來作為 在討論無常的一個概念 對我來說藝術應該是可以 超越一般平常的心境 然後讓它變得一個比較更平衡 然後更清楚的一個狀態 然後宗教或是藝術就等於是一個媒介 可以幫一個人帶到這樣子的境界 小小小小小的線 不住在那邊 謝謝大家 好可愛